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的这个版本里边其中有一个叫Compose Multi Platform 就是iOS这个版本进入了一个beta版本 这其实相对来说一个标志的一个事 对就是证明iOS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开发了 那我们一会儿聊一下看一下它的发展历史 然后它这个跨平台呢 其实目前的话官方这边给的就是这几个平台 你看Android OS这个就移动开发这块的 然后再一个呢是web 还有一个是桌面就是我们的PC端 web其实这个也到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这个像我们这个web这个生态 其实很丰富了 对其实它在web这块好像没有太大的优势 对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优势 相比我们现在的view啊react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server server这个我们知道这个Codling的话 它其实本身它不光是你针对于Android这块 其实服务端 其实它本来它的Codling这个语言 它当时发布的时候 它的一个定位的一个目标 其实当时只是做beta Java 就是这样一个定位的 就是比Java更好的一个语言 对可能就是 但是现在慢慢发展发展 其实这些年Codling其实从应该是11年到现在 也已经发展也挺好的 这是这个跨平台这个部分 然后这是这个它的一个官方给的一个这个这个结构图 然后这个公共这个部分呢 就是共用的 然后呢 这是端的端的Android iOS的桌面跟web 这几个端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历史 我把它这个罗列出来了 就从2017年 它这个在这个Codling Conf 这个2017这个大会上 它把这个发布了 这个当时还叫KMP 其实KMP最早应该就是这个名字 就是熟悉的字母 叫Codling Multiplatform Projects 这个最早的这个名字 然后当时发布的时候呢 支持了GVM GS跟Native这个平台 GVM我们知道这个Java 可能就是这个平台 对吧 GS就是我们的web Native其实主要还是围绕这个 iOS 就是移动端的这个方面 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 它开始宣布呢 就是重点转向了移动开发 也就是Android iOS 然后并以这个 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Codling Multiplatform Mobile 就KMM 然后命名 然后发布Alpha版本 这个KMM 大家可能也有的时候 看到文章里面 会有KMM这个名词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于当时 在转型移动端的时候 这样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命名 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Android这个团队呢 他发了这个Java Pack Compose 1.0版本 然后呢 紧接着呢 Jetap Brins 就是这个发明Codling这个语言的这个公司 就我们用的IDE的这个公司 那他在Java Pack Compose的基础上呢 他们做了一个Compose Multiplatform 这样一个UI跨平台框架 那所以说他这个跨平台框架 其实基于 Google的这个Android团队发布的 这个Java Pack Compose组件 就这样一个UI框架来去做的 然后这个呢 跨平台的UI框架 他在于 在他基础上做这个东西呢 他也进入 在2021年的时候进入了这个Alpha版本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呢 这个KMM就这个东西呢 发布了这个Beta版本 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 他这个IOS这个 然后进入了Alpha阶段 那今年呢进入这个 进入了Beta阶段 然后这个 当时他把这个KMM这个名字品牌给弃用了 然后统一改为KMP 那KMP呢 他的目的他也能看出来 他野心他其实不在于 不光只是移动端 他可能全平台 我们刚刚说的Web 以及这个 这个这个 桌面端都有 然后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GS这部分呢 他今年还有一个叫 支持了这个WebAssembly 就是发了一个叫 Kotlin这个 WASM 这样一个编辑器 那就往这个方向来去转 一会儿我们再讲到 他物理的一个规划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是他的整个的一个历史 然后2024年到今年的这个大会 KotlinComp这个大会 2024大会的时候 他其实把这个 进入到这个Beta阶段 然后也之所以为啥说 今年这个点 我觉得可能比较合适 这也是因为 因为这个 之前呢 可能他是单条腿 好像啊 就是因为他 他在Android这块的支持 他比较强一些 但是在LOS的支持 不是很强 但进入到Beta之后呢 他其实这个阶段就慢慢快速 大家都进入生产了 这是 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这个平台 你看他这个平台这边 是列了最新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个可能看的不太近了 我读一下 就是上面的话 就是其中Android 2S呢 他这个平台 其实已经进入到Stable了 你可以用生产了 然后GVM这个桌面的也可以了 然后服务端这个呢 也可以了 然后这个Web的 基于大叔刚刚提到的Web Assembly的 这个呢 是Alpha阶段 然后Kotlin的GS呢 是进入了这个Stable阶段 然后剩下两个是 一个是TV端跟这个手表 这个苹果这边的一个生态 那这部分呢 他其实还是在努力 然后这边呢 这个Compose这块的框架 就是一个是呢 这个是共享这个逻辑 就逻辑端 然后Compose呢 我刚刚说的 基于Gitpack Compose 它是共享的是UI这个端 也就是一个是逻辑的跨平台 一个是UI的跨平台 这是他我们统称把这两块呢 可以 当然有的可能叫KMP 但是他总的把这个项目 可能叫KMP 有能把这个叫做CMP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些词语的话 你说CMP呢 介绍的就是这个东西 UI的跨平台 然后UI的跨平台 其实这块的话 就Android这块的 就是这个Stable 然后LOS的Beta 然后桌面跟这个 这个这个 外部的话 就是一个是Stable 一个是Alpha 其实目前的这个 发展一个阶段 就是至于说 对于移动端来讲 其实完全就 整个的 他把逻辑端打通 把这个 这个UI端打通 在移动端这方面 他其实已经完全可以 这个这个生产实用 这是平台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这张头呢 是我从官方的一个博客里边 他发的一个博客里边拿的 然后你可以整体的看一下 它这个结构 就底部我们呢 就是我们这个 对移动端来讲 它就是本 这个本身呢 是我们各个终端的这个API 然后再往上呢 就是这是安卓这边 套有的一个一些逻辑 iOS套有的逻辑 然后你这部分呢 你可以就是KMP 共用的一些逻辑 然后再往上呢 就是UI层 UI层这部分呢 这个是共用的 我们用的这个 刚才说的CMP UI共用 然后再一个呢 你可以用 安卓自带的Vue系统 UIK的 就是iOS自带的Vue系统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这个iOS 这个原生的 这个生命式UI 就Swift的UI 那安卓这边呢 因为它原生命式UI 就是接着Pack Compose 对吧 它其实本身就是 Compose这个框架 这个东西 其实就来源 接着Pack Compose 所以它本身就是 这个生命式的 然后这是 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呢 是他们这边 官方给的一个 就是我怎么用你 这个KMP 它其实拿这个项目 来说的话 它分了三个阶段 也不知道三个阶段 就是三种方式 来去使用 第一种呢 就是说 你现在 因为大部分项目 现在其实不是新开发 对 它只是说 我现在只是说想 从我这个项目里边 先引入来 先使用 有共享一部分逻辑 OK 那就是第一部分 就逻辑这部分呢 我只用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 你这个公司有能力 或者说你这个 这个这个 想更往前走一步 OK 那你把整个逻辑端 全都用KMP来实现 就是用一套逻辑 然后我只是把UI呢 读辑出来 就UI我 各自用各自的 然后再激进一些呢 那就 我全端都用KMP 那就是逻辑再加UI 逻辑呢 就我们刚刚说的 全Codeling 然后UI的这块呢 大家刚刚说CMP 就Comp to Platform 这是三步 那比较适合呢 就是说 你 你的项目的一个 当然如果说 你一开始先写呢 其实都可以 但如果说你是现有的项目 你可以一点一点 往这个按照这个步骤来去移植 迁移 它每一个步骤呢 它都会有代应的这个交手架 然后你也可以看它 它这工具怎么搭建等等 这是我们这个 迁移项目的这样一个 三个 三个点 然后先说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 共享逻辑 然后UI呢 保持独立 就是UI这块 我们还是用原生的UI 但是逻辑这部分 我们想用这个CMP呢 去实现 那它这边给了一个 左边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用交手架 跑出来的一个工程 然后这个工程里边 你们看到呢 其中第一个 它的工程结构 它其实很像一个 这个 就是你熟悉这个 用Griddle来管理项目的 这样一个结构 因为这个呢 我用的是 当时是直接拿来 是官方的一个交手架 对下下来的 然后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目录结构 它其实有关注的 主要几个点呢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ComposeAPP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odel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Share的 第三个就是 这个iOS app 然后第一个呢 这个ComposeAPP 这个呢 是 我们一般的话 就是Android 这块 可能就是说 一个主工程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iOS app呢 它是主要是 iOS的一个主工程 然后这个第三个呢 Share的 它是一个共享的 一个逻辑的 一个model 然后我们 其实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在共享的地方 应该在Share的这里边 就是我们 这个这个model下 这个model呢 它又包含三个 这个圆码集 就是圆码集 圆码集 它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在 它是Cotlin 不是是Griddle的一个概念 对 然后 它包含三个部分啊 就是第一个呢 圆码集呢 主要是Android的 第二个呢 就是Common的 第三个是iOS 因为我们 我这个工程 没有去引这个web跟桌面 所以说它这个 这里边只包含这两个 然后Android的话 它其实圆码集呢 这里边 那就写的是Android的 这块的指定平台的代码 iOS呢 就写的是指定的 iOS平台的代码 然后Common的话 就写的是 你共用的 这个一些逻辑 就是与平台无关的 这种代码 然后呢 这部分呢 是一个 这部分呢 是一个这个 它的结构 你看我们这个 在编码的时候呢 就是你去 你去编译的时候 其中 如果你的目标平台是Android OK 那你就是Android的man 跟Commonman 他们一起打包 最后打包成了一个library 就是我们Android这边 依赖的这样一个库 然后如果你的打包 你的编译平台是这个iOS OK 它就是Common和iOS这个man 然后它会一起把它编译成一个framework framework 就是我们iOS这边的一个依赖的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 下面这个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这个shared model 就是你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共享的这个逻辑的这个model 它呢是 被什么被刚刚说的一个是Android的这个app和iOS这个app依赖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pp就是我们Android这个的项目和iOS的这个项目 它都依赖于这个shared的这个model 因为啥 因为它这块是公用的一些代码都在这部分 而刚刚说的我们所有的这些UI全都在这里边 这里边可能你用这个Android的话 你用getpack compose来实现 你用view系统来实现 iOS的话 你可以用swift的UI 你可以用这个 UI Kid这一部分的这套东西来去实现 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关于我们共享逻辑 以及UI独立的这样一个一套这个代码结构 工程结构 然后紧接着呢 这里边提到一个点呢 就是对于刚刚我们说的 既然它能够共享代码 但是那我们刚刚还有两个 一个是Androidman跟iOSman 那这两个呢 它是主要是跟平台相关的这样一些API 那这部分呢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共享的 因为每一个平台的SDKAPI 它其实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 你要处理这部分的逻辑要怎么办呢 其实都牵涉到 第一方面一个是平台独立 平台无关 一个是平台相关的 就指定平台的 其中指定平台的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台独立的这部分呢 它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Android原代码机 和LS原代码机里边 然后这里边 它有一个 Codlin这里边语言 这个有个关键词 这两个关键词 但这两个关键词 你如果平时不开发跨平台的话 基本用不着它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在看代码 看Codlin的原码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 因为Codlin这门语言的本身就是跨平台的 对 然后它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Expect 对 一个是Axure 这个 这个 这两个 其实从此面语也很好理解 一个是希望的 然后呢 一个是实际的 对吧 就是你期望的它是什么样 然后实际的是什么样 那我们同样的 在我们实现这个平台独立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这样来去做 就是我在公共的代码里边 来去声明一个 就是我期望一个它是要做成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真正的实现 也就是实际的 那你应该在不同的这个平台 你去单独的去实现 那针对这部分 那就是Android平台 OK 那你针对Android平台 你去实现一个 IOS平台 你就IOS平台实现一个 就很像我们这个面向编程里边 这个面向对象编程里边的这种接口 对吧 它的实现类 这样子 类似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一会儿下面看个例子 然后这个 这个例子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打印一个UID 我们知道各个平台的UID 它可能不太一样 实现不太一样 那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公共的代码的声明的话 我们可以先声明一个 这个Random UID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我们加一个关键字 叫Expect 就是我们期望 有这样一个东西 那针对Android平台 这个UID这个函数 要怎么实现呢 调的它其实UID UID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只有Android SDK才提供 对 IOS它没这个东西 那同样的 IOS也是一样 那你基于这个 IOS这边呢 就是NS UID OK 那也是一样 你它的方法前要加一个 AX的关键字 就是一个实际的 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这是我们实现它平台无关 就是我们独立的这样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这两个关键字 它其实是用在了这个函数上 但它其实还可以用在类上 对 就是如果说你的逻辑比较复杂 你可以用在类上 你像下面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我们要打印一个 比如说还是一个平台的一个 我们可以假设它是 例子比较复杂 那你可以设计不同的这个接口跟类 OK 那接口这块的话 其实你可以声明 这样一个platform这样一个接口 OK Android端的话 你声明一个Android platform这样一个类 实现这个接口 IOS端呢 OK 你就声明一个IOS platform 然后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紧接着的话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部分 然后对应的实现呢 这边就打印了什么 打印了这个版本 系统版本 那Android这边的这个 它肯定是 你拿这个Android的SDK的这个 才能够API才去用 IOS的你对应拿 IOS的这个API才能去用 这是对应的 不同的这个代码 端的这个代码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这些代码呢 其实要放在不同的model里边 也稍微的不同的这个 原码机里边 其中公共的 你要放在这个commonman 然后Android的要放在Androidman IOS要放在IOSman 当然如果你要做桌面 还有web 那还有对应的这个desktop 这个man 还有这个webman等等 这些 基本上GSman 等等这里边 model里边 就是这个 然后那紧接着 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关键字 来去往下走呢 那你剩下一步 你就去拿到这个类 你就可以声明一个函数 叫get a platform 你期望加一个关键字 然后不同的平台 那对于这个platform 要怎么去实现 OK 这样子 那其实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基于 更复杂的一些逻辑呢 可以完全放在这个类里边 去实现 这是这两个关键字的一些 简单的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 一个是共享逻辑 对吧 但是呢 UI是我们独立 那我们往前再走一遍呢 就是再走一步的话 就是全部共享 就是我逻辑也共享 那我UI也共享 那逻辑共享 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Cotlin这部分 就纯Cotlin这部分 然后UI共享呢 就是compose platform multi platform这部分 然后这是一个 左边是这张图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 完全的这样一个 跨平台的这样一个demo 就是交出架 解出来的图 它其实工程里边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compose 第二部分呢 是iOS的app 为啥有一个 这个iOS app呢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开发iOS 可能就是大家 离不开这个XCode 对 就是包括你发布 离不开这个XCode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呢 基于可以在XCode 去打开这个应用来 去跑起来 然后compose呢 这个呢 可以 如果你 你接触于这个 Jetabry 它刚出了一个 这个fleet 这样一个 跨平台的这种 开发工具 你就完全可以利用 这个在这个 开发工具里边 你可以跑 Android的这些项目 都完全可以 然后 这边的这个结构呢 就是你看 它这是它的分层 就是底部的数据层 业务层 展示层 包括最上面的UI层 整个的所有的 所有层 下面这部分呢 全是Code 来实现 然后顶部呢 就是compose platform Multi platform 来实现 就是完全的实现 这个跨平台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跨平台 它的一些 代码 它的几个结构 然后第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 compose 这个app 因为compose app呢 它其实本身就是基于 这个compose Multi platform 然后它里边 其实还是有三个 原代码机 第一个呢 就是 我是拿移动单来说 就是三个原代码机 第一个呢 就是commonman 也是公共的 第二部分呢 就是Androidman 第三部分呢 iOSman 然后其中commonman里边 它其实有一些 共用的代码 那这里边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它这个 它这个其实 主要实现 就一个就是啥呢 就是说 我拿这个multiary 就是我们谷歌的 这样一个材料设计的 一个主题 来去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按钮 然后这个按钮呢 点击一下 然后会下面 这个有一个 这个图片和文本 会给你有一个 动画的展示隐藏 就是这样一个 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这部分代码 你会看到是 完全是用 Jetpack Compose 来去实现的代码 对 而这部分 其实对于Android 开发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友好的 当然如果你有 web这样一个基础 尤其是做过view 或者是react 这样一个 其实来去过渡到 这样其实还是很快 因为这个 我记得当时 这个开发 Android这边开发 这个Jetpack Compose 的时候呢 它的核心开发人员 是react的核心 开发人员 跳槽到google 然后做的Jetpack Compose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 Jetpack Compose里边 有很多 这个react里边的 一些概念 就包括一些思想 都有 什么这个虚拟DOM 等等之类的 这些 但是在这个Jetpack Compose 里边可能就是 一些别的叫法 比如叫slot table 一个虚拟表 这样一个 或者真实表 这两个 其实类似于 我们的VeroDOM 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我们这个Jetpack Compose 的公共的这部分 的一个UI 你会问它 它是在这个APP 就是我们的入口的 这样一个就是APP启动的 一个入口的 这样一个里面 这整个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框架 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我们看 Android iOS 怎么去把这个东西 来承载起来 那Android 我们知道承载 页面的话 就是activity 然后iOS 就是ViewController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 只用把app的 那个组件 包进来就行了 一个set content 一个是在这个 ViewController里边 就可以了 那整个的这个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独立的这个代码 其实很少 而大部分的代码 其实全都在 公共的那个逻辑里边去 这是UI这部分的 一个跨平台 当然如果你是在 用这个桌面的 或者外部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对 对应不同的 这个原代码机里边 一些不同的 这个承载 这个这个 这个UI的这样 元素的这样一些 UI框架 这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 紧接着它 去年 应该是去年 它就提了这样一个 这个项目配置和 构建工具 然后这个东西 它其实基于 这个Gradle的一个 插件来存在的 对 之前 如果在它之前呢 就是没有它之前 我们用Gradle来配置 一个跨平台的项目 其实会 这个配置会特别复杂 就我这边 截了一张图 你会看到 这边 你看 这是它 没有这个 这个 Empra之前的一个 这个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你看它的大脚 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我们的Gradle的 这个文件 然后用Codling的 就是我们的DSL 这个来去做的 你会发现 特别特别长 而这只是一个 仅仅 我仅仅 只是 做了一个 交手架的这样一个 你就会发现这么长 而用了我们的 他们新做的 项目配置 这样一个工具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一下就把这个 就缩减为 就特别简洁 而且呢 还 就是每一项呢 就语意特别明确 然后Gradle 其实这个呢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跟 Gradle 如果你有关注 它最新的发布版本 应该在 2023年的10月份 它发了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版本 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声明式DSL 那 其实 这Amper呢 其实就是 它设计这个东西的 一个思想 其实就是跟这个 是一起同工 对 就是 给声明式的DSL 来去 来去设计的 就是比较直观 而且比较简洁 当然它的配置的话 其实也有相应的文档 这里就不太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文档 其实都比较简单 然后 紧接着 我们来说一下 聊一下 就是一般提到跨面台呢 大家可能都会担心 有一点就是 到底性能怎么样 就是跟我们这个 既然有这个 前面有RNA 有这个Flutter 你现在又多了一个KMP 你到底 对吧 你这个出来 到底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当然如果有 做这个安卓开发的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一个人 就 Jack 就是GDK那个人 对 他从谷谷跳槽到Square 那这个公司 这个人呢 他其实 他之前写了很多 应该早些年 一三年 包括这些年也是一样 就是Bartner 等等这些 很出名的 这些酷都才写的 然后他呢 其实很 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反对这个Flutter的一个人 对 然后他 他觉得 就是Flutter 你另去路道 然后呢 又 基于我们知道 这个安卓是基于Square 这样一个渲染引擎来做的 那他 他觉得这个 你Flutter 又基于Square 又搞了一套这样一个 UI引擎 其实没有必要 对 他觉得你这个 搞乱了 好像就是跟生态一样 就他可能 在他那个角度 他是比较 就是 就是不是特别 喜欢Flutter 这样一个东西 对 产品出来 但是呢 他特别支持 这个KMP 对 然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KMP 他到底 他的本质 到底底层 到底这块 简单来说一下 他是怎么来工作的 然后你看 我是拿一个 这个Android和OS 来去做对比 其实我们Android 其实这块 就不用再说 因为Coderny 它本身就是一门 这个GVM语言 那它同样的 也要编译成 字节码文件 对吧 然后最后到Android 这个平台呢 就是DEX文件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 Android上的信息 那只能运营在DEX文件 然后 那主要说的 就是IOS这部分 然后IOS这部分呢 它其实 它这里边做的一个事呢 其实有点类似 也就是跟它Swift 和OC这个原生 其实有点像 就是它中间 多了一部叫 Coderny IR 就是我拿这个 KN 就是KN编译器 就是Coderny Native 这样一个编译器 那编译成 首先编译成 Coderny IR 就是IR 就是一个 就是以中间表示 就是所谓的一个代码 中间表示 那通过Coderny IR 再借助于这个 LRVM 那做过IOS开发 你看应该 比较熟悉这个东西 对 然后它会转换成 LRVIR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 中间代码表示 OK 那到这一步 那其实就完了 就是因为剩下的过程呢 跟Swift的编译成 LRVIR 那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它 中间多了一步 就无非是从 借助于KN编译成Coderny IR 从Coderny IR编译成 LRVM 就多了这一步 所以它的关键点 就在于KN这一步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官方这边呢 一直在优化 这部分东西 而下面这部分 就是到了LRVIR VMR的时候呢 它的 这部分呢 跟原生完全一模一样 对 所以说 整个的来说的话 从性能上来讲的话 它其实不输这个 我们前面提到的 RN啊 包括Flutter 因为大家知道 RN Flutter 它可能通过各种方式 来去做桥接 对吧 然后 肯定有性能消耗 那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 Android和IOS这部分呢 其实要比它会省很多 对 这是 这个 那另外呢 我们知道Cottin这个语言 其实如果你要用的话 可能觉得 你用完之后 应该就都会再回到家吧 就觉得这个东西 对 用起来的确是很爽 对 然后 这是 这块 那 就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想尝试一个 跨平台语言 但是 说实在这个 RN也好 Flutter也好 其实让我 我个人觉得 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个人也不太喜欢这个 对 然后这 但是这个出来之后 我还是鼓励大家去 如果说你是想 自己 想导施一点东西 做一些跨平台的一些 可以尝试 对 我觉得极力推荐 这是这个 另外呢 我们也很多这种 就是 行业内的一些 比较优秀的一些 开发者 其实大家都在尝试这个东西 对 这是 然后 紧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么 Compose这部分 就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只是 纯Kotlin的这样一个 编译过程 那我们Compose UI这块的一个编译过程 你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所以它 UI无非就是 主要是一个渲染 对 然后 我们先看 最左边这个框框 最左边这个框框 是我们Android这边的一个 第一个呢 Scare 就是底层 我们的一个渲染引擎 那 Android呢 它 我给你的View系统 那上面呢 你可以用Compose啊 等等这些来去实现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我有一个标黄的一个 一个块 然后这个块呢 叫 这是一个 Jet Brins 它 基于Cotlin语言来实现的 就是Scare的一个封装 也就是 说白了就是 Scare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Scare 无非就是 它用Cotlin 给Scare 做了一个封装 然后 它用做这个封装来干嘛呢 其实就是为了渲染 它这个跨平台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 这个 所谓的桌面端的Compose IOS Web 它们这些 其实本质呢 底层还是用Scare 来去做渲染的 对 那这部其实 跟Flutter持平了 因为Flutter 它的底层 其实也是做这个 在继续渲染引擎 而不是用这种 这个转成 这个原生组件 等等这些 这是这部分 然后 我们再看 这个 紧接着就看 怎么去玩这个东西 怎么去 尝试用它 其实一开始呢 就是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这块呢 就是 你要不就是Android 466 加Xcode 当然如果有的人 可能 比如以前没做过 移动开发 你用Idear也可以 对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用Fleet Fleet呢 就是JetBrand 这公司新出的一个 跨平台的 开发工具 它就主要面向跨平台 然后 它其实门口也很低 对 你要熟悉 对吧 它全家桶之后呢 他们这一系的 这个开发工具 用它也比较简单 对 快速上手 另外你如果 你比较熟悉VScode 用它也很快 很容易上手 因为都比较像 但是插扣的 好像都 这个东西是离不开的 所以说 开发 你要开发移动端的 肯定要少不了 就是 苹果电脑 肯定是要少不了 对 插扣的必须要有 这是这个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 KDOKT 这是他们提供的一个 这样一个环境的 这样一个 安装的这样一个工具 你可以用这个环境 直接搭建一个 跨平台的这样一个 环境 开发环境 右边呢 是一个官方提供的一个 交手架工具 对 你可以在这个 交手架工具里边 你可以选择 你跨了哪些平台 Android OS 桌面 Web 和Server 你都可以选 然后选完之后呢 它会给你生成 这个一套 交手架代码 对 然后这里边 第二部分 这个 就是如果说你想 基于官方的不满足 OK 你想 这个 共享一些 更多的一些 酷啊 或者逻辑进来 我可以引入一些 更多的酷逻辑进来 你可以 这个 用一些社区的 他们出的一些交手架 那左边呢 就是 KMP的相关的一些酷 右边呢 是基于这个 直接把这个 Compose Multiplatform 然后给引入进来 就是 就相当于是 你如果想 这个 所有的 包括逻辑 加UI 全的跨平台 OK 那这个其实很适合 这都是社区提供的 一些交手架 然后如果说 你看我们这个 这应该是 这张图呢 是从 今年的3月份 应该是 这个Kotlin 它一个开发的账号 在推特上 就是发的一张图 然后这张图 你看到这个 KMP 它这个酷呢 其实从 2021年 你看 一直在 上升 对 这个酷的数量 一直在上升 因为的确是 大家 切换到这个KMP 可能担心 现在这个生态 到底丰富不丰富 酷到底 这个多不多 这样子 那其实 现在一些主流的 其实已经 就是大家能够用到的 平常业务的 像网络呀 存储呀 这些 其实都已经有了 对 然后另外呢 我们国内 其实也有很多 这种大厂 它已经 很早就提前 就是 进入到 这个里边了 对 你像我知道的 这个B站 B站它其实 他们完全就 基于KMP 对 来去做的 然后包括一些 协程啊 等等这些 其实这些公司 他们很多都 引入这些东西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说 这里边 今年官方提供了 一个酷的 一个搜索的 这样一个站 对 站点 就类似于我们 大家下这个 玩这个 NoseJS 然后下这个 NPM包 类似那样一个东西 然后右边呢 是一个 我们可以 检索的 这样一个 酷的这样一个 网站 那这个酷呢 这个网站呢 你也可以检索到 你用的 日常用的 这个网络库啊 什么存储库呀 对吧 这个 这个OR目库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 包括DI 依赖注入 等等相关的 都有 然后 这个里边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可能 社区里边 收集的一些 关于 KMP KMP相关的 一些资源 就是 标权 有博客 有代码仓库 有这个 别人做的一些 项目演示 还有一些 开源的一些项目 等等 都我觉得都是 比较好的一个 学习的一些例子 对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 就是路线啊 就是我们 接下来的一个 开发路线 左边这个呢 就是GitwRains 就是它来去做 这个 以这个KMP和CMP 这两个来去 来去做 其中 CMP呢 这部分呢 你看它的 未来的 这个 2024年的 这个中心 其实围绕 IOS跟 这个Web Web就是 WASM 对 我们刚刚一开始 也说了 这个 它其实对于 IOS的知识 相对来说 比较晚 而起步也 比较晚 所以它这两年 一直在 努力在去 补这块的 一个 就是 缺陷 然后 当然 今年的话 你看CMP 这部分 其实已经进入了 β阶段 对 然后第二部分 是工具 这个层面 工具层面 它主要是 刚刚我们提到 那个Flitter 它其实主要 还是围绕 Flitter呢 和一些 平台的一些插件 这部分 来支持我们的 这个跨平台开发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把这个 这个插件呢 牵住到K2 就是我们K2的 这样一个编辑器 因为我们知道 今年它发了 这个Codling Conf 2024的发了 这个Codling 这个2.0版本 然后呢 把这个编辑器 生成了K2版本 对 据说性能 它说 据它这个 发布会说 是提升了两倍 对 然后 紧接着呢 就是这个 跨平台的这个 核心这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 你看它把第一个 就提到了 就是iOS的开发体验 然后提升iOS的开发体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加快 这个KN的编译速度 我们刚刚也提到 从iOS那边 从就是刚刚那个 编译过程那边 其实主要围绕 就是KN 也就是从利用KN编辑器呢 把Codling的代码 编译成我们的Codling IR 这样一步 这个其实是它 在iOS上运行 就是性能的一个 一个关键点 所以说它要提升KN的 一个编译 编译器的一个速度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说 它这个 提升这个KNP的应用的构建 这个工具这块 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 AMP 类似这些东西 然后 下面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Cod 是一个生态 对 然后呢 第一个呢 是围绕这个兼容 向后兼容 这样一个东西 第二呢 主要是关于KMP的 这样一个发布的 这样一个改进 这个KMP发布流程 这是 KMP库的一个发布流程 这是这个 然后谷歌这个团队 它其实 它的关注点 其实主要是在啥 主要在于 Jetpack Compose 组件的一个跨平台化 就是它现在没有 这个做 就是没有参与 这个Compose Multi Platform 对 没有参与KMP的 UI的跨平台 然后有人在这个官网上 给他留言 就是说 给团队留言 说 就是 谷歌这边 对于CMP的一个支持计划 就是他们 这边 就是目前 给的答复 就是说 现在还在关注 Jetpack Compose的 性能问题 就是还在优化 这部分 所以说 没有去涉足于 Compose的跨平台 所以说 Decor这部分 其实完全交给了 这个Jetpack Jetpack 的这样一个团队 来去做 他们其实这两个团队 也一直在沟通 就相互支持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点 主要第一个 就是围绕 你看围绕 Jetpack组件库 然后提供 跨平台支持 就是我们用到的 你做Android开发 可能用到的 ViewModel 对吧 用到的这种 Room 配景等等 类似的这些组件 可能都是 将来可能会提供 跨平台支持 然后第二个 就是WASM 就刚刚我们提到 基于Web平台的 支持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KN的一个构建性能 然后第四个呢 是KN的调试 第五个呢 就是这个KN在AS 就是我们的Android Studio 里边的一个扩展支持 这是谷歌团队 在今年的这样一个 它的一个规划 但是他其实没有提到 这个CM Compose 这样一个跨平台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 后期可能应该也慢慢 应该回往 就是他把Jetpack Compose 这个性能 在Android上性能 如果体验能够不断的 改进优化到一定程度之后 应该这个应该也会转向 这个跨平台 因为他今年Io大会 已经提供了 对于这个Jetpack 这个这样一个组件 对于这个跨平台的支持 已经宣布说支持 那应该来说 就相对来说比较稳 对 然后再一个呢 是什么 再一个就是说 刚刚那会提到 就是说为啥比较喜欢 这个就我个人觉得 KNP相对来说比较靠谱 是第一方面 是我觉得就是Jetpack Compose的 这个团队 就是如果大家去了解过 Cotlin的发展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 他其实从一年就开始 一直在不断的去优化 这个语言 不断的发展 然后就是可能大家 他不像这个 一些其他的明星语言 比如Go啊等等这些 但他一直在稳步的往前走 就是每一步都走得都很稳 对 然后那我觉得呢 其实对于这个团队 其实做事情 就是能让人感觉到 他不像是 就是对吧 有一些 这个这个 他团队 做一个 放弃掉 做一个就放弃掉 等等 类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另外呢 再一个呢 是我本身 其实以前是做 这个安卓开发 对 所以说对于Cotlin 也比较熟 然后整个的话 就是迁移到这个上面 其实成本 其实很低 对 然后另外 他的性能 其实也不属于 我们现在的 这些主流的 一些跨平台的 一些开发的 一些框架 所以说这个 很多的这个 我觉得其实是 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对 然后这部分呢 是我这边 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参考的一些 这个这个库啊 或者代码 或者是文章 等等 这些我觉得比较 有好用的一些 这些资源 我就罗列都放到这 对 大概今天 内容就这么多 对 对 我刚刚看 就是用小手架 那个代码 就是他有一些 是社会的 一些是各种平台的 就是这个 只是包含 就是他的逻辑层 就是包了 可以说他的UI层 也是这样 UI层也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 你是做的是 这个UI和逻辑 都快平台 那UI的快平台 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 我那张图 没有展开 就这个东西 包里边 就这个包里边 就这个地方 就是Compose app里边 它也有三个 原代码机 里边也是Android Man IOSman 跟Commonman 刚才还有一个 就是三个阶段 就是我一开始 只是 可能只是我的 那个UI层 只是我的 罗绩层 然后是我的 UI层 或者最终形态 是UI层 和罗绩层 都几 那没有可能 就是我一开始 是一个完整的 两个都几成这样 但是后边 我想做一些差异化 被反围去 去把部分 做成不是 这种 对 因为是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你做跨平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平台无关的 平台独立的这种 那我们一般 Codlin它都支持 为啥呢 就是Codlin它 本身这个团队 做了很多 基于SDK的封装 就是基于 IOS平台SDK的封装 基于Android平台SDK的封装 它做了很多 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它会把 IOS平台的SDK 全都封装成了 Codlin的这样一个标准库 类似于这样 标准库的东西 你可以利用 Codlin的这种 来去直接调用 但是有一些 其实你还是要借助于 它平台的一些能力 OK那类似这种的话 那你就必须 分成分支了 就分成Android的IOS 具体的例子 我之前有问 就是我们公司 不是做那个 用Dark去 用Flutter去做一个应用 然后我中间 就是需要用到 那个Strape的SDK 做到后边发现 就是我们 因为Strape 用Flutter 它是一个第三个 它是一个开源的 它不是官方的 那个Native 然后就发现 就是官方的一些功能 这个开源的 还没跟进 导致这个功能 就做不下去 如果是用Codlin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回到 直接用延伸的这种 对 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边其实我忘了 说一点 就是互操作性 就什么叫互操作性 就是说 就是我Codlin语言 调Swift语言 调OC语言 调Java语言 类似这种 或者Java反过来 Java语言调Codlin语言 或者Swift语言 调Codlin语言 就互操作性 其实这里边很多团队 大的公司团队选择 KMP的一个关键原因 就在于互操作性 对 也就是说 Codlin KMP这个语言 Codlin去调 其他这个语言 特别特别方便 但是这里边有一点 其实也是 我们这里边 PVD忘了列了 就是他对于Swift 这块的一个支持 就是官方团队 这块呢 他其实 目前来讲 他还不能够支持 直接的调用Swift 他是中间做了一个桥接 就是我先调OC 然后OC调Swift 对 然后为啥这样做 当时他 我看他官方也给了一个说明 第一点呢 是因为这个 他想支持 用OC写的项目 也想支持用Swift写的项目 所以说他干脆 因为OC跟Swift互相调 是没问题 所以说他干脆 直接拿以OC来作为一个点 对 然后只要我OC支持了 那自动就支持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所以Swift当时 他们在做KMP 定这个项目的时候 Swift还没有发展到 今天这样一个 就相对来说成熟的 这样一个地步 或者说还没有成为 当下的这样一个 开发IOS的 这样一个主流的 这样一个语言 对 所以说他当时 是这样定的 但是他从今年 我看他发的那个 开的那个大会里面 也说了 就他接下来会支持 Cosin直接调Swift 就是跨过OC 直接调Swift 来去做 所以说这个 刚刚健哥说的这一点 就是说 我担心我某一个块 对吧 我原生实现 但是第一市面上 我找不着别的酷 我也对吧 也找不着这种跨平台的 这些方式 这个解决方案 怎么办 用原生写 然后用Cosin来就调 原生代码 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Cosin 就是这种跨平台 你有一些 已经比较知名的应用 它既然已经发展了 知名的应用还是酷 应用 应用 其实现在 就是完全做的 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做的 我还是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应用 这个项目里边 其实有很多 像B站 对吧 像协程 像这个抖音 其实他们都用 就是他们都会用到 这些KMP 然后其中B站 它部分是原来的项目 对 它一点一点迁移 对 一点一点迁移 这样子 像B站他们刚前段时间 发了一篇文章 就是工程化视角 来看KMP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去的公众号 然后去看那篇文章 其实是讲的 对于性能这部分 其实说的 聊得比较深一些 对 官网有几个例子 麦当劳 然后Netflix 然后下来菲利普 对 就国外这块 可能会走得比较深一些 有的是多跨 有的是只跨iOS和安卓 对 它其实功能上 能flutter 如果比如说有一块 想用它 能够flutter结合起来 就是我觉得其实 从我这个角度 其实没必要 因为啥 因为对 你既然用KMP了 就我觉得 没必要再去搞 再搞一个flutter 因为本身两个画面台 其实没必要把它揉在一起 对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啥呢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 就是因为你引入这个太多 其实你的维护成本也够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都不太合适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Compose Compose画面台那个对吧 Compose的子件 那个上网我看来 子件上比较少 就是这部分 其实怎么说来着 就是我个人觉得 这块的看法是 就是说 Comp这部分呢 它本身和我们这个flutter 它其实它的 我觉得啊 我的理解 它俩的定位 其实就本身就有差异的 因为flutter 它其实它的跨面台 主要还是围绕 UI层面 对 我觉得还是围绕 UI层面 对 但是Comp 其实它的目标 其实不在于UI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 它其实底层的一大部分 都在逻辑这层面 你完全可以用Comp 来 硬到你来实现 对 可以完全用硬到你来实现 从网络 从到存储 到这个 这个上层的 这个业务逻辑等等 你完全都可以 用硬到你来实现 对 整个的这个 那像你这么说 UI又不拉分 然后逻辑 就是目前的话 应该 这种仍然可以的 对 对 我的一个感觉 他更倾向用这种 消息事件事 教练 嗯 嗯 他觉得它编译到 对 对 我的一些就是 其实它网络 它可能现在打算 编译到Whatser 它Windows和Lineux 还有编译到 什么 Windows和Lineux 然后编译到 什么 Code-Native 你知道啥 Windows 我的意思就是 主要对iOS来说 它能编译到 就是 就是 Swift 然后 DM VM L 这种 那 Windows平台 和Lineux 它有编译到 Code-Native 那个 这个 Windows和Lineux 这个应该是 跟不同的这个平台 应该也有相关的一些 Code-Native 就是 不是 这个 KN这块的话 它主要是 刚刚我 其实露 露说了一部分 就是 KN这部分 KN Code-Native 它其实 它这个编译器的分 其实两部分 一个 它内部叫 一个叫前端编译 一个叫后端编译 然后前端编译 它其实是公用的 这部分是公用的 就是 中间有一个叫IR 我们说Code-Native Ir Code-Native Ir这部分 它是统一的 就是你不管 你是将来是要编译成 这个 Lineux平台 Windows平台 其中 到Code-Native Ir这一步 是 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前端编译器 这部分做的事情 一模一样 但是呢 到后端编译器 分支了 分支了就刚刚说的 就是一个是KN 一个是KGS 或者是 刚刚我们提到 要Code-Native 什么WASM 对吧 它这个分支了 然后其中 刚刚你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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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T端 就Windows Lineux 这部分 它其实就于KN 然后来去实现 它这个平台的 这个架构 这样子 然后据说 它内部的是 编译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没有去深入研究这部分 对 主要是关注了移动短 当时 KN KN 最后能处理 就是底层 那些数据啊 比方说 数据文件接口 数据文件接口 完全没问题 你就当家伯用 就家伯能干 后点都能干 OM可以去做 对 都可以 其实 万事开头难 我以前是安卓 我以前是安卓 三连安卓 再是被强转 什么 Flaser 但是开头难 当时其实 很早就学Flaser 但是一直没使用出来 我路线那边其实有一些 拆劲 那语言完全不懂 我还在学后 就很难 现在是已经转入了 感觉体验 还不走游戏了 Debug Debug 还在页面的 实时发新 那感觉确实 确实很好 但是也一直在看Cottet 但是就是 很难的一点 其实就是 我用Flaser 刚开始 一直打的是安卓 其实我已经 刚开始在怀疑自己 我他妈的 用一个跨平台员 开发音本 快开发了一个平台东西 感觉是 后来就是 慢慢的公司 有IOS的业务 因为有 我IOS的用户 一些说 你没这平台 你怎么带开发 后来把那些插件 接入进来的 就是 大 就是很多大厂 地图 RM 什么的那些 就是公司里面 他们都有插件 提供好了 现在我如果 要 接入这个东西 接入这个 比如说 开安博 我如果想 比如说用一个IoM 这个走件的话 我需要 在安卓这边实现一套 比如说腾讯的IoM 然后再实现一套 IoS的方法 对吧 它是通过那种插件 然后插件你的功能 你的功能继续掉的话 就是 安卓掉的 肯定是自己的那个AR 比如说你引入了腾讯的 那个安卓项目 IoM项目 是腾讯的AR 然后你 我实现的安卓这一套 就是 我的意思其实就是 现在好像市面上没有 拿来就弄的那种 第三方插件 就是三方的那种 就是让你弄地图 你安卓这边先搞一个地图 啪啦啪啦弄的 弄的特替图 就是比如说定位啊 什么的掉下方法 IoS这边再掉下方法 就是你现在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 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些 三方的一些产品等等 没有出KMP版本 对就是 按道理说 你这边 应该在你的那个 Contor BGP里面 它那个Build Gradle里面 KTS 引入一个包 它的包里面 都含IoS 安卓的 它官方实验 那种东西的话 你可以掉 但是现在 它现在可能 对我来说 如果我要 把公司的项目 想牵着 练个手 我们公司的众多数是IM IMQTT 因为它是地图 定位 就是让我就是 可能它只是 可能会都用到 某些页面里面 比如说 它一些操作日志 用户的操作日志 检索一些东西 可能只能用到这方面 所以现在感觉 还是开头难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概念 它的后期 其实还是在展望 展望着这些东西 是这样 就是说 可能刚刚说的这个点 我大概明白那个意思 对 就是说觉得 现在市面上 我们用的 比如说 你接一个SDG 这个SDG可能提供Java的 对吧 提供Codling的版本的 提供Suite的版本 提供OC版本等等 或者提供其他的 这个版本的 但是呢 可能没有一个KMP 或者等等 这些版本的 或者他本身 他这个酷不支持KMP 其实这种的话 其实目前这个很现实 对 但是我想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他Codling这部分 它的一个KMP 它的一个重心是 其实在于 它为啥说 包括谷歌团队 它一直在强调一个点 就是说 共享逻辑 对 共享逻辑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业务逻辑 其实完全处理这部分 就能处理的处理 然后这部分给它共享出来 就是用一套代码来去实现 对 就是这 至于说 刚刚说的那些酷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刚刚跟这个问题 其实跟健哥那个问题 就类似了 就是支付的 没有钱花团库 我该怎么办 其实应该就类似 说是公私联手 就是一个 对 所以说 这个就是C-sharp 就是大家可以去 拿一个先自己先练手 对 等你熟了之后 你都知道 因为它签起来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把这个东西 比如你把一个Android项目 或一个iOS项目 先改的 第一步 先把它改造成跨平台项目 其实也很简单 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脚手架 你配置一些 关于Grid的脚本 脚本就可以了 就 这个就是一个跨平台的项目 对 就 就 就起一个这个很容易 然后我剩下的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不 迁移 就是你要把你的现有项目的代码 一点一点往 这里边去搬 能功用的地方 功用 不能功用的地方 当然如果这个事情 如果你原有的项目比较大 工程量比较 那这个事情就 可能会做起来比较费时 比较麻烦 对 就是 感谢观看